高速公路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不然隐患很大 1月11日在神海高速南唐枢纽附近 竟然有一辆黑色轿车 在扎道口接连做出了实线便道 主线停车 高速掉头等一系列危险动作 民警看了都替他捏把汗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驾驶员谢某居然还是个 有着20年驾龄的老司机 当时开过了扎道出口十多米 就抱着侥幸心理倒车掉头 最终民警对谢某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同时对他的两项违法 处以罚款300元并计15分的处罚